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下 看下 飛球進手套 這個飛球最後遭到了接殺 也結束了一局上半中信兄弟的進攻 還在這個後半段棒次開始 我覺得這會有不同的走向 那當然我看一下 這個球讓陳潔憲打出了生涯的千安 恭喜陳潔憲 陳潔憲成為史上啊 第28位 聯盟史上第28位達成生涯千安的選手 那在 這場比賽是陳潔憲 生涯第756場 而且這場比賽他第一個打席就 打出來的生涯千安 這是他生涯第2912個 打數達成千安 那包括場數跟打數都是 史上第2塊 史上第1塊是誰 是現在在休息室裡面的 胡金龍 胡金龍在4年前的 2020年的4月18號 當時是704場 2809個打數 達成了生涯千安 所以現在要進行一個簡單的 慶祝的儀式 恭喜陳潔憲 達成了生涯千安的里程碑 這場比賽 公式也都很清爽 哈哈哈哈 也許在陰涼 我有一個突襲 短打點得不錯喔 陳潔憲 偷點 點出了一支內野安打 比較稍微 比較確實一點 點成了 投手前 投手下修之後 不說姿勢喘一點 這是一個成功的犧牲管的 是喔 哈哈哈哈 邱智晨這一棒打在中間 拉向若比西斯安打 先來二壘 跑久了 三壘直到拼本壘 莊兄沒有回傳球 在本壘這一邊 是不是很接近 哇 竹神派奧斗 那要不要挑戰 要不要挑戰 平總走出來了 筆框框 戴耳機 挑戰 透過耳機在聽這個 小房間的說法 另外一方面 他們也在看現場的 大螢幕的重播 沒錯沒錯 所以剛剛又比了一下 挑戰成功 這一分 兄弟第二輪的第一棒 岳振華 這一棒打在中間方向 挖 打得很有技巧喔 羅昂兩層六四 他面對右打者則是兩層三六 都是面對左打者的時候 比較沒有壓制能力 岳東華還是點 這個球一壘手來處理之後 直接觸殺 成功的犧牲斷盪 打者要能夠 長期的穩定的先發 或者是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看一下場上 這一棒打在中間方向 中央的手應該是掌握住了 陳潔憲接殺了這個飛球 那現在二壘上 跑者要繞三 要上三壘 兩出局 博中兄弟的跑者 岳振華也趁機推進到了 是兩好三塊的滿球數 天高 選得很仔細喔 四塊寶送 這次羅昂正要比賽 第一次的四塊球 陳子豪沒有掌握好喔 看一下 回報落空 羅阿托說了關鍵的三陣 化解了可憐的失分危機 在這個半局 中央兄弟雖然是 瀕臨城下 上了三壘 但是並沒有辦法 攻下分數 所以現在外野手可能要 這大概也沒有什麼辦法 沒有什麼辦法改善 中間方向吧 這滾地球穿越出去了 中央兄弟這場比賽第二次 中央兄弟的跑者呢 也上到了一二壘 中央兄弟的跑者呢 也上到了一二壘 好 這一棒的安達 右邊方向這一棒被打穿 好看一下喔 那現在二壘上的跑者 繞過三點之後回來得分 嗯 哇 岳振華 適時的安達也幫助中央兄弟 在五局的上半了 打破了壓欄 我剛剛提到這個部分就是 當然這個case是 目前這樣子 是沒有問題的喔 但如果這個時間點是 呃 一壘的跑壘者 他現在要攻本壘的話 外野的選擇長傳 就是一個蠻重要的時機點喔 他的選四壞球的保送能力 是不錯的 像去年賽季他 唉唷 一壘上了跑者走 這個球 啊 統一失敗這個傳球 哇 二壘手 尤其手都沒有辦法 把球來接觸喔 現在不但讓中央兄弟攻下 第二分 原本在一壘上的跑者也上三壘喔 走的瞬間 甚至如果你還可以抓 更早一點點的話 是最佳的時機喔 那這球其實已經是 穿越了投手 他才做起跑的喔 左邊方向的飛球 邱聚成一上前來接殺 結束了這個半 這一棒打在左邊方向 落地是一隻安打 陳宮廷今天離開第四棒之後 安打也出現了 怎樣 我們這一屆的選手給叫回來喔 這一個球 右邊方向的飛球 右外手向後退去追 哇 最後進手套啊 潘傑凱這個飛球遭到了接殺 這一個反映在他的這個美局 背上癌率的部分 陳崇宇中間方上的滾地球 哇 被江崇宇攔截住之後 傳一壘 一出去 吳靜偉 那猛登退場之後 現在也換了虎手 比江崇宇 並沒有跟上 哇 這個球 嗯 站著看喔 對 許哲宇是站著看 遭到的三陣了 那他這種情況下 他後來又面對這三帥 移防到外野喔 進來看一下這個球 左邊方向的平飛安打 那如今還可以站穩 是所謂的外野先發的一席 這個地位 押對戰呂彥清 十二個打數 打了三隻的安打 右邊方向的滾地球 二壘手接球傳一臉 蘇智傑遭到的刺殺 還結束了八足下半 同時對了進 其實像裴瑞茲跟富蘭哥 這種所謂的強力後援投手 在現今的中華職棒來說 這個位置是相當重要的喔 看一下場上 151現場測到 現場的速度是151啊 很關鍵 需要你短打的比較保險 可是你短打的能力又不好的話 那就不一定真的硬要短打喔 可能受到前一個球的影響 凱撒嘛 那 大概 大概第八局打完球隊領先 大概第九局 客場球員 對方球員已經開始差不多離場了 對 反方向的滾地球 有一次藍線出作 傳二壘抓到了 哇 哇 這個手臂相當有價值 抓到了第二個出局數 兩出局 接下來 裴瑞茲要命運到的是江坤宇 哎呦 一個兩顆心的 兩個人的畜生 哇 這有點 嗯 跟他的控球很重要喔 哎呀 才剛要講而已喔 哇 就第一個球就被 岳振華跳出來 安打了 這次安打 忠祐兄弟這邊回來兩分了 對 只能說 岳振華他 掌握得很事實喔 因為 以投手的這個角度來說 當然 剛剛要提到 他不要再繼續 壞球走在前面 但是 他如果投進去的話 打者有鎖定 要做積極進攻的話 就要小心喔 確實也真的是 只能說打者掌握得 非常的 及時喔 對方打在 反方向 邱志成順利的接殺 結束了這個半局喔 在九局的上半呢 裴瑞茲的寶送為他帶來 把球隊當中 比較薄弱的一環 四位寶送 連續的四顆壞球 陳潔現在 現在上壘 武器業的產品 飲料給 給平野會議總教練 然後 平野會議總教練 拿到之後 先來看一下這個球 打在游擊區 哇不妙啊 先傳二壘 再往一壘送 Double play 那這一點是還蠻清楚的 通常蠻清楚的 打高了 形成一個左邊方向的高飛球 曾崇文就一定會接殺出局之後 這場比賽也結束了 那 中英兄弟呢 在這場比賽 是以4比1 打敗了同一支隊喔 在這次的三聯戰當中的前兩場比賽喔 中英兄弟都拿下了勝利 那也把兩隊之間的勝差呢 縮小到了4.5